大家好 我是小李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哆啦A夢的故事當中 五人小組裡面 為了不讓陽氣過剩 大家看不下去 而出現的唯一位女主角 站立還排名在前三 更剩大雄和小夫的 袁靜香 對於靜香 大家可能有非常多的好奇 之前我們也特地做過影片來討論 靜香的爸爸到底有幾位 以及為什麼靜香這麼漂亮的一位女生 總是每天和男生混在一起呢 難道他都沒有女生的朋友嗎 像靜香條件這麼好的女生 結婚對象選擇應該一大堆 為什麼最後卻選擇大雄 以及大家最好奇的 為什麼大雄每次打開任意門 靜香總是在洗澡呢 今天我們就來為大家一一解答 從小看哆啦A夢的朋友 長大以後可能會和我一樣 突然好奇 為什麼一位小學五年級的女生 會每天和男生玩在一起呢 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怎麼就沒有這種女生呢 有人就會開始猜想 靜香是一位心機非常重的女人 和胖母當朋友 需要苦力活的時候 就有人可以使喚 和小夫當朋友 日後的吃喝玩樂 就不醜吃穿 至於小三 偶爾有不會的問題問問他 也還是不錯 大雄就更不用說了 有多愛夢當靠山 等於征服了全世界 雖然大家這樣說 好像也沒錯 但大家仔細回想看看 靜香有哪一次需要苦力活的時候 麻煩過胖虎呢 有哪一次為了得到明星的簽名 而討好過小夫呢 這種爛行為 又是孟子 而有不會的問題 去找班上第一名的學生請教 怎麼了嗎 難不成要找大雄嗎 而討好大雄是為了得到 哆啦A夢的幫助嗎 這一點我們在後面 會跟大家講解 現在大家一定很納悶 難道靜香都沒有女生朋友嗎 其實是有的 而且關係都還不差 在番花神世界冠軍中 我們可以看到 放學回家時的靜香 就和一般女生一樣 會結伴同行 在路上聊天亂話 換衣照相機當中 也可以看到靜香和其他女生 一起前來參觀胖虎的裸體秀 靜香甚至集結過一支 女子棒球隊 和胖虎棒球隊決戰過 欸中間是不是混入了一些奇怪的東西 雖然這一集當中 很多人覺得靜香的人社毀了 但故事中 大雄對靜香的愛 真是藏都藏不住 這一集我們日後再來跟大家討論 還有 哲偉你真的是女生嗎 從以上幾點我們可以得知 靜香的女生朋友其實不少 而且在女生的朋友圈當中 靜香也是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但那些女生朋友在故事中 衝其樣子是她安雄 和春夫差不多等級的配角 所以比較少琢磨 才會讓大家誤會了靜香的交友圈 外表溫柔 個性體貼的靜香 真實的性格到底是怎麼樣呢 從故事中我們可以得知 靜香是一位家教很好的女生 因為她的媽媽管得非常的嚴 在家不能翹腳 不能攀腿做 講話不能太大聲 吃東西嘴巴不能張太大 就連洗澡的習慣 應該也是來自媽媽的督促 但靜香內在的個性 卻與外表大大的相反 她熱愛運動 冒險 挑戰新的事物 是一位很有潛力 出現在X調查當中的主角 在交換神這一集當中 愛好文靜不動的大熊 和嚮往熱血運動的靜香 交換了身體過一天 變成大熊外表的靜香 第一個反應是 真是的 變成這個長相怎麼見人啊 多愛夢便說 大熊聽到會很難過的 在你的名字當中 三葉變成男生後 就是先去品嘗東京的美食 但靜香變成大熊後 第一件事就是去爬樹 因為這也是她從小嚮往 卻被媽媽督促不能做的事 不爬就算了 一爬不得了 操縱大熊的身體 比大熊本人還流暢 動作乾淨俐落 完全不被大熊低配的外表所限制 看看大熊的外表 也是帥的起來的 看來一個人的內在 真的很重要 爬完樹後 受到胖虎的邀請一起去打棒球 雖然連手套都戴錯手 但完全不影響後面可圈可點的表現 接殺 拳雷打 完全沒問題 可見靜香已經在心中 揣摩過這些動作很多次了 相較於靜香 變成女生的大熊 依然做什麼都不行 反正外表是靜香 好像所有的醜都不關自己的事一樣 在劇場版中 也常常可以看到靜香勇敢的一面 甚至還為了空地的使用權 和胖虎吵過架 太帥了 那怎麼叫大熊不喜歡他呢 還有一點可以證明 靜香內在的個性 其實是外向活潑的 就是大熊和靜香未來的孩子 熊柱 大熊的運動能力明明很差 又膽小懦弱 怎麼他的兒子熊柱 卻常常欺負胖武漢小夫的小孩 還整天惡作劇呢 如果熊柱的外表像爸爸 那內在 一定就是像媽媽了 連靜香自己也很納悶 明明你爸爸的個性沉著穩重 你到底是像誰了呢 看誰現在打人就像誰囉 大家最好奇的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熊每次打開任意門 去找靜香的時候 靜香總是在洗澡呢 其實並不是大熊有意為之 而是靜香洗澡的次數真的太多 要剛好碰到他洗澡的機率 是非常高的 靜香自己曾經說過 如果一天不洗三次澡 就會覺得渾身不對勁 確定不是因為一天洗三次澡 才渾身不對勁的嗎 無論身處在海底 或是沙漠綠洲 靜香都不會忘記洗澡 我們就來算算看 大熊碰到靜香洗澡的機率 到底有多高呢 一天有24小時 上學和睡覺的時間我們扣掉 下午三點放學後 預計晚上十點上床睡覺的靜香 要在這七小時裡面 塞入三次洗澡的行程 再厲害的導遊都會跟你說 其實時間上來說的話是很趕啦 來我們現在跟各位貴賓商量一下 靜香洗澡都是泡浴缸的 而在進入浴缸前 會將全身清洗一遍 以確保浴缸的水保持乾淨 供其他家人使用 前前後後的時間我們抓一個小時好了 靜香在這七個小時當中 有三個小時都在洗澡 大熊要遇到靜香洗澡的機率 是42%啊 大熊怎麼能不見到呢 大熊進到靜香加浴室的次數 已經比進到自己家還要多了 大家一開始可能會覺得 唉唷 這大熊的福利啊 但仔細想想 久而久之 真的會很煩 大熊從來都不是為了偷看靜香洗澡 而去找靜香的 通常都是有事情要分享 或是有需要幫助的時候 但每次打開門 靜香都在洗澡 事情不能分享 求助我們就算了 還要潑得全身濕 每找靜香一次 就要換一套衣服啊 到後來 大熊甚至有跟靜香反應過 真是的 連我都驚訝了 怎麼每次打開門你都在洗澡啊 你也稍微想想我的處境好不好 這 怎麼委屈起來啦 有問題的是大熊啊 像靜香條件這麼好的女生 會喜歡怎麼樣的對象呢 其實在故事中我們可以得知 靜香對於有身分地位的男生 比較有興趣 比如說身為大學生的家教老師 某高校的棒球隊隊長 其實靜香身邊也有一位棒球隊隊長啊 簡單來說 靜香的理想對象 應該是一位功課不差 體育能力也很好的人 而靜香身邊 剛好就有一位這樣的人 出木山英才 小三的各項能力 就算折半以後 也還遠在大熊之上 真的要說的話 小三唯一一項 輸給大熊的 就是對靜香的愛了 雖然有人說 靜香最後決定大熊 是因為大熊身邊有多拉愛夢 但在卡通中 演到未來世界時 我們可以發現 多拉愛夢已經不在大熊身邊了 取而代之陪伴大熊成長的人 就是靜香 而且靜香也不曾要求多拉愛夢 拿出道具幫助過他 畢竟他自己 也被這些道具殘害過很多次 而且在大熊追求靜香的過程中 從來沒有因為多拉愛夢的道具 而直接得到成果 往往都會失敗收場 但大熊卻在沒有多拉愛夢的道具幫忙下 在大學中拯救了靜香兩次 這兩次都是生死攸關 而大熊從來沒有丟下靜香過 在劇場版當中 只要靜香被挾持 大熊永遠是那位不顧一切衝第一的人 對小三來說 也許要擬定100種緊救靜香的方法 才會開始行動 但對大熊而言 即便一個方法都沒有 他都會挺身而出 靜香最後決定嫁給大熊的那次雪山救援中 即便未來的靜香 已經是一位那麼堅強獨立的人了 但再怎麼堅強的人 一定都需要一位單純善良 可能又有點笨的人 來守護自己最脆弱的一面 因為對方善良又有點笨 即使在他面前 表現出不堅強的樣子 好像也沒有關係 也許就是這種相處起來 讓靜香很自在的感覺 讓靜香決定嫁給他吧 聽到這裡有人可能會說 不對不對不對 靜香會嫁給大熊 是因為靜香說 像大熊這樣的人 如果沒有人陪在他的身邊 會讓人很不放心 有可能嗎 靜香這麼一個從向冒險 自由的靈魂 會因為要照顧一個人 而相許一生嗎 而且靜香是一位 連愛吃烤地瓜 都怕被人家發現的女生 又怎麼可能在大熊的面前 承認自己喜歡他呢 靜香之所以會這麼說 我個人認為 就是一個 愛面子的表現而已 而對單純的大熊而言 就這樣相信了靜香的話 對他來說也算是一種體貼吧 即便沒有講明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看出 靜香對於大熊是格外有好感的 靜香和大熊最大的宿敵 小三出去的時候 往往都是約在圖書館 但靜香唯獨對於大熊的邀請 是直接邀請到家裡 吃蛋糕 吃餅乾 或是在房間裡聊天 看來把大熊當女生的 不只胖虎一味啊 關於靜香和大熊的愛情故事 我們之後可以專門做一集來討論 總之我覺得 靜香之所以會選擇大熊 其中之一的原因是因為 他夠平凡 與其和一位完美的另一半在一起 無時無刻都要讓自己 處於和對方一樣的完美狀態 和一位當你半夜忍不住吃宵夜了 一問之下才發現 欸! 欸!對方也在吃喔! 這樣的人在一起 也許更能讓自己 是自己最真實的模樣吧 而看似完美的靜香 其實也有許多像凡人一樣的小缺點 每人注意的時候會躺在地上吃冰棒 為了逃避鋼琴課會對媽媽撒謊 常常無意識的對大熊說出 尖酸刻薄的話 而這些設定 也是作者藤子老師刻意加進去的 因為老師想告訴大家 靜香也不過是一位凡人 在怎麼樣完美的人生上 總是會有一兩項缺點 這樣才是最接近真實的 就像沈嘉儀也說過 自己一點也不特別 只不過是一位很普通 很普通的女生而已 如果故事中每一位人物 都像小三一樣十全十美 那就不會有人提出荒唐的冒險 不會有人拿錯道具 不會有人辱莽行動 不會有人膽小怕死 不會有人需要被另一個人拯救 大熊和靜香還有許多相像的地方 也許兩人都不完美 但是在彼此陪伴之下 這些好像也都沒那麼重要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 也要喜歡你們自己 快樂的樣子 謝謝